好 大家好我們今天就 馬上開始 OK先把這個 關掉 好 那 沒關係今天剛好有 棒球比賽所以 如果沒有辦法參加的我們會把這個 影片錄影下來 那其實就是有感而發啦有看到 這一篇分享跟訪談那我覺得 把很多 過去包括 在 興建廣播或者是Alan 一些訪談的內容都有 很關鍵的 再重新整理在這一篇訪談當中 然後提到蠻多個重點 那想說從 仔細把它 拆成一個一個的 原子筆記 或者是一個一個的概念 來講述 關於Hepitabase的應用 那我們可能在稍等個一兩分鐘 好 好 那 一開始 他文章講的 就是 他邀請 Hepitabase的創辦人來這個訪談 那我覺得這篇文章 有趣的就是 他有穿插一些圖文教學 包含就是說 整個的 產品本身的理念 都有帶到 不只是 他的功能使用而已 那我覺得去了解一個 筆記軟體 他背後的思考 以及他創作的流程 遠比就是說 你只是知道他怎麼用來的 重要 畢竟 每個月這樣子付費 你一定也會更想知道說 產品背後的思考 那我自己是蠻早期的用戶 所以 就聽這類的分享也聽了不少 那這次的訪談的 這個英文的內容 我覺得是蠻精彩的 那有感而發就想要辦這個導讀 或者是 也不能說導讀就是我自己的一個分享 好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 那 一開始他有提到就是說 Alan他們對Heptabase的Vision Vision就是願景 然後我這邊都有中英的翻譯 所以 如果覺得英文比較吃力的朋友 可以從這個 中文下面去理解 他們就是希望可以創造一個任何人都可以有效的 建立對任何事情深刻理解的世界 那這個通用的開放超文件系統 所謂的Open Hyper Document System 這個會在後面的不斷的去重複出現 所以鼓勵大家把這一個字可以記起來 It's a means to that vision 這是一個方法 去完成這個願景的方法 就是這個超文本 開放超文件系統 超文本系統 這些是我找的一些重點 那我們可以從旁邊去看到一些對應的 比如說這一段 就是剛剛是這一個 OK 看一下喔 OK 那下一段是 One thing that I really appreciate in this discipline OK Is how one concept in mathematics can be applied to so many different areas of physics 就是Alan過去就是對數理這些很有興趣嘛 在他以前不要年輕的時候 那他覺得一個物理學理論可以解釋世界上許多的現象 那他覺得事情是如何簡單又很複雜 那他就是又是如何相關聯的 這就是他說的所謂深刻的理解 那對我來說 有時候 單一件事情如果沒有了解他的來龍去脈 其實你的理解可能就是比較淺層 對 那如果大家對哲學有興趣的話 我建議可以去讀讀看伯格森 這個哲學家的想法 伯格森他 有提出了一套理論就是在講說 怎麼樣子去 人的記憶是怎麼樣形塑出來的 可能是透過不斷不斷的 複寫 就是你身體的各種感官 那重複的或者是用不同的感官去理解 這件事情的同時 你就可以對這件事情有更深刻的理解 那 這樣子就形成了記憶 這樣子就形成了 所謂 嗯 知識的累積 但這個知識的累積 其實是有點抽象的 他是不斷 有更多的關聯性 來增強這個記憶 那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這個 哲學家的理論 我稍後晚可以分享在群組裡面 那後面他 介紹了幾個 他晚上提到的這幾個 算是電腦 電腦界的這些前輩 我們把這張卡片放大一點 好 這個就是他提到的幾個 這次放大一點 OK 對 一個是Douglas Ankerbart 對 那我把他們的幾個 貢獻跟 核心的重點都列出來 不然 未來你訪問如果聽到這些人 或許 不太清楚了解 所以我們今天就 大概提到他們做了哪些事情 所以這個Douglas Ankerbart他就是發明了所謂滑鼠 然後是早期互動是電腦系統的先驅 舉例他這個Augment Project 其實Augment就是增強啦 增強Project 開發出了NLS OnlineSystem 一個革命性的電腦系統 實現了超文本鏈接 OK 我們來看怎麼樣子 Ctrl-Shift-H 好超文本鏈接 視窗圖形介面的概念 如果他當年沒有提出這個 或許我們現在還沒有這個滑鼠啊 白板的這個概念 那Alankey也是 Alankey也是一個 蠻重要的人 他提出了這個 對向程式設計 Objective Programming Design 並用圖形 用戶介面 GUI有重要的影響 Dynabook概念 為所有年齡段的孩子 設計的個人計算器概念 對電腦和平板有深遠的影響 所以這個 物件導向設計啦 這邊應該寫錯了 物件導向設計 還有圖形設 圖形介面 就是怎麼讓人有更直觀 而不是用很多的代碼 去跟程式互動 去跟工具互動 Alankey也是貢獻了很多 那這個 Alan他在一些訪談都持續會提到這些人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再更深入的去 聽看看或者是去 更深入的去看這些書 那我這邊只是很重點的把他講出來 好那第三位是Ted Nelson 他創造了這個Hypertext跟 Hypermedia這兩個詞 然後大家也可以去查一個 Sanadu這個 專案 他想要創建一個全球性互聯網絡的 超文本文件 對後來的 OK 這是這個 Triple W OK Triple W的發展 就是網際網路的發展 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最後是Black Victor 是界面設計和計算機科學領域 對互動性和直觀界面的創新 開發各種工具跟界面 可以跟直接理解複雜系統 比如說 其實一樣是在討論 图形界面GUI Graphic User Interface 圖形的使用者界面 來操作數據 OK 所以這些人物的共同點 就是他們如何讓人類與電腦更有效 更直觀的互動有深遠的洞察和創新 就也是Alan不斷會提到就是說 等一下我們會講就是coevolution 跟工具 同時在進步 因為人們使用的工具 又加強人們的思考 那同時又創造了更好的工具 所以工具跟人就是同步在 不斷的進步的狀態 OK 好那我們就再拉回來 把螢幕再縮小一點 我右邊這個 我們是可以對照著看啦 但 就鼓勵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不然我的 螢幕 右手邊會一直放著這個網頁 我先把它收起來好了 OK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下一個 就是 後面他一樣也會提到 這是很多個 重點 包含 這三個我們也先講一下 就是 Literary Machines 文學機器 詳細介紹了 Nelson的這個 Sanadu 項目 創造全球性超文本 王國雄心壯志計劃 那探討了 這裡有個蠻重要的 非線性寫作和閱讀的概念 就我們以前讀書就是從第一頁讀到最後一頁 有一點是線性的在理解 一個concept 或是在 想事情 但是 Nelson提出來就是 文本之間互聯互通的重要性 就是 他不是一個線性的 他可能是一個網絡的狀態 那這個觀點對後來的發展 HTTP 超文本傳輸協議這些 的發展產生的很 深遠的影響 好 然後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也可以 OK 我看一下有留言 嗨 OK 嗨你好 好 那我們現在再講一下第二點就是Mindstorm 心靈風暴 這個 介紹了建構主義協約系理論 就是兒童 可以透過跟 電腦計算機互動進行探索性的學習 提出了一種 編 程式語言叫LOGO 作為教育工具 OK 那自己等一下好像會有個案例 就是在講說 在一個界面上面 然後 有一些 有一些生物 他好像模擬一些生物 在這個螢幕當中跑來跑去 所以學員 兒童就會知道說 OK 這個物件跟另外一個 物件中間的距離 中間的角度是多少 用這樣子的方式去理解 所謂一些數學的概念 比如說角度啊距離這種 所以這個就 圖形化的 幫助了小朋友 去學習 探索性的學習 OK 這個後面應該會提到 那有興趣 這本書也滿 大家也可以去讀一下 那第三個是這個 The Dream Machine OK 是這個由 Michelle Wildraff 撰寫 OK 也是計算機歷史的一個重要的著作 講述了個人電腦和互聯網發展的歷史 OK 所以 電腦不斷地影響這個社會 那 人 用個人PC personal computer 怎麼跟互聯網的一些發展歷史 我覺得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 看一下 OK 好 那這個是 在這個訪談裡面會提到的 但是 沒有細講的 我先把這個背景知識講清楚 那後來我們就可以繼續往下 就是他有提到說 一個概念叫做Dynamic Knowledge Repository 這個也是會不斷在文章中提起的 他在講說動態的知識儲存庫 那我們先來做個定義 就是可以整合和更新 一群人的最新的知識 包括整合 OK 整合 還有更新 這兩件 很重要 那所有的 DKR將有相同的開放超文件系統提供支援 所以DKR 是必須有 OHS 這個 相互去支援的 因為有相同的開放超文件系統 所以才可以建構 跟整合更新這個動態知識儲存庫 DKR 先有這個概念 那你在後面讀文章的時候 比較容易進入他在講什麼 好 那後面就講一些 Alan分享的吧 譬如說 OK 他這裡 我覺得英文比較傳神 但我們就講中文好了 首先考慮一個完美的系統會是什麼樣子 很多公司是這樣做 那他擁有什麼能力 就是我們會想要建構一個我們腦袋當中完美的城市 但是呢 這個最大的挑戰最終會得到一把很有廣泛功能的瑞士刀 可能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end user 終端使用者可能會覺得很害怕 我覺得某種程度在暗指Obsidian 因為Obsidian就是有很多的plugin 那他有很廣泛的功能 可是如果你沒有花蠻多時間去理解之前 你其實會覺得不知道該怎麼用 even一些很相對基本的你可能就是要去 有這個需求 然後你要深刻的去使用一些plugin之後才可以比較理得清頭緒 對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多公司正在做的也是他觀察到的 那這邊我就畫了一個重點就是這個co-evolution 就是同步的進化 那人跟這個城市應該是要不斷的同步的進化 也是Heptabase在商業上的策略就是 小步迭代 比如說 今天嗎還是昨天 反正又更新了一個版本 就是非常密切的 根據使用者的需求 加上他們軟體的核心理念 不斷的在 迭代 那 這個過程我覺得 跟社群互動迭代 他們一直在講的嘛 就是build the product talk to user 建構產品跟客戶對話 建構產品跟客戶對話 然後不斷的前進 我覺得是 他這邊訪談有特別提到這個co-evolution 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也是給我一些啟發啦 就是不要被困在說要創造一個完美的系統啊 完美的論文 完美的部落格 完美的什麼 而是 看能不能有辦法跟你的end user 或是你的target user TA 你的目標客群去做更多的對話 好 那 OK 嗯 後面他有提到就是 engabar另外一個正 重要的概念就是 人類如何使用他們的工具 進化 以及工具如何隨著人類使用的工具 進化的來回過程 有點擾孔 但英文就是 back and forth process of how humans evolve with the tools 就是 這個過程 其實就是在講剛剛的那個co-evolution OK 好 那 對Ellen而言 他著迷的是他們如何建構系統的 他們邀請了 許多不同背景來 到這個dynamic dynamic Island 觀察這些人如何與dynamic Island 互動 OK 然後利用 這個學習 來發展整個系統的設計和協議 其實當年他們在設計這個 這個program的時候的一個方式 那 我覺得Ellen提到就是說 他蠻著迷失他們如何建構系統的 就是一個 厲害的產品 一個厲害的城市 它是怎麼發生的 反而是 他很感興趣的 就不是這個最終產品本身而已 OK 好 然後他就說 創造一個完美的商品跟 小不迭代的差異是 最大的區別就是 你相信你自己知道多少 相信自己不知道多少 如果你認為你什麼都知道 那麼你從一開始就設計整個系統 風險就是你可能會 許多事情上是錯誤的 你錯誤的 你可能就沒有打到 你核心TA的痛點 那你就沒有辦法 grow your product users 你沒有辦法 讓你的產品持續有更多的 更多的使用者 所以 他自己也不斷在反覆的思考這件事情 然後 這邊有幾個重點就是 如果你認為你只知道一些事情 那你首先設計一個 能夠很好的處理這些事情的系統 並且將其推出來 看看人們如何使用它 獲得更多 人們如何使用它的知識 再繼續發展更多的功能 然後同時要關注它的可用性 我覺得就是這個不斷的coevolution的過程 那這個好像過去他沒有這麼 明白的把這件事情 講得這麼清楚 但是這一次在這個訪談裡面 包含是用文字他都 寫得很很詳細 所以 coevolution大概講到這邊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在看說 他開始在講 Hephtabase的一些 背後的設計邏輯 他大概分成兩個部分 其中第一個部分是 Hephtabase包含有一個 叫做 知識生命週期 知識生命週期的這個 思考的框架 就是他講的這個 knowledge life cycle 所以他有一個叫做 專有名詞叫mental model mental model 那如果大家也知道說 Alan之前有在 台大屋裡讀過書 後來修學 又去 Minerva 那Minerva 這個學校很強的 就是會 會教同學很多的這種 模型 就是思考的模型也好 各種的模型 那這邊有一個叫mental model is called the knowledge life cycle 我猜是 他就是 想辦法也是在 做Hephtabase 的時候 應用一些這種 思考的model 那我們來看 這包含什麼 就是 他寫說包含五個部分 探索 收集 思考 創造跟共享 所謂的 知識生命週期 那我們我想說 取生動一點的例子 就比如說我們 讀一本書 從拿到 我們一定是 閱讀嘛 所以我們在探索 一些有用的概念 到我們探索 看到一半 或是 讀到結束 覺得有一些insight 有一些動見 我們把它收集起來 變成我們自己的 理解 所以這個收集 那你收集到 這些idea 之後呢 你是不是會想辦法 就是說 進行下一步的 跟過去的 你所認知到的世界 做一些連結 做一些反思 做一些思考 這就是思考 這個步驟 那從 這樣子的過程 有些人就停在這邊了 就 就比較可惜 因為他覺得 還要到創造 就是 你有自己的reflection 那你要把它寫出來 你要把它 畫出來也好 你要把它實作出來 對 那 這就是創造的過程 那從創造完 你要怎麼想辦法 把它分享出去 那成為一個 集體的知識 我覺得這五個部分 寫的都蠻精準的 那他這邊寫說 確保知識能夠無縫的 從一部分傳遞到另外一個部分 每個部分傳遞知識 為生命周期的每個部分 傳遞知識 以便我們能夠 設計和建構一個 出色的solution 解決方案 解決 人們面臨的問題 OK 好 最後 這一切都取決於 我們能否在周期的所有五個部分中 創造一種 協同作用 我 個人覺得這個還蠻重要的 因為 聽起來是探索 收集思考 創造和共享 但是有沒有可能 它是同時在進行的 它不是一個線性的 你可能讀到一半 你覺得這個可以收集 那你收集完 是不是就繼續探索 那你在探索的過程 是不是也有時候 你會停下來思考 甚至你把它寫成另外一篇部落格 所以 我感覺它是一個 動態的 狀態 那自2021年來 他們一直在研究思考的部分 就是怎麼樣子 好好的去讓 人家用筆記軟體去做思考 2023年一直研究收集和創造 那2024年將做這個共享和探索 共享和探索 其實我們現在探索 有各種不同的資源 包括影片 PDF 然後還有各種的blog 部落格 甚至你的 紙本的書 各種的方式去進行探索 那我猜未來 Heptabase 如果2024年有共享跟探索的話 說不定現在我們是在右邊欄這裡開這個網站嗎 那或許他的探索會跟AI結合也說不一定 I don't know 所以我們就 拭目以待囉 那這五個過程 好這五個過程呢 然後我們這邊繼續 當使用者請求一項功能時 我首先想到的是它屬於知識周期的哪一個部分 所以 這個 所謂的mental model就已經有一定的功效 就是 每當一個user 提出一個 需求的時候 一個功能的時候 他們的團隊就會去想說OK 這個在我們的 心智模型裡面的 五個part OK 知識生命周期裡面的哪一個part 那他們現在2023年focus的是哪一塊 這個東西的先後順序是要擺在這邊呢 還是要往後擺到明年呢 我覺得 因為透過這個mental model 他可以很清楚的幫助 他們團隊去釐清說OK 什麼是現在該做的 什麼是以後該做的 OK 以及我們在生命周期這一部分如何整合此功能和我們現有的解決方案嗎 對 好所以是蠻好用的 那他又提到第二個mental model OK Second mental model System layering 抽象的系統分層 OK 正在建構的系統方式是 將有多個獨立的layer 關系的這個層 對 所以他說用於儲存思維上下文的上下文層 用於管理類別的新增屬性的描述層 OK 所以這個可能是 類別跟層性的描述層 然後用於注釋靜態檔案的注釋層 OK我們再看一下英文 a descriptive layer 一個描述的層 for managing categories and adding properties OK managing category managing category 類別跟 adding properties OK adding properties 就是 一些屬性了 然後 an annotation layer for annotating annotating static files 就是說一個標 注釋的layer for annotating static file 去做這個靜態檔案的標注 OK 我覺得 我們再講白話一點好了 所以的 OK 我們先看上下文 contextual layer for preserving thinking context 好所以可能我們這個內文就是一個具有上下文的 一個層 那descriptive layer for managing categories and adding properties 我姑且可以去理解為這個可能是標籤系統 OK 因為標籤去描述它的類別嘛 標籤去描述它的屬性嘛 所以我們在每一張卡片 你就會發現說它有這個屬性層 OK 什麼tag 然後連結到什麼卡片 這些都是它的屬性 連結到哪一個journal 連結到哪一個白板 這個是 不需要上下文的標籤系統 OK 什麼時候創造的 什麼時候去更新的 所以這個很有可能就是這個descriptive layer 描述層 那所謂的 annotation layer for annotating static files 就是說標註層比如說我現在 OK畫個重點是不是我特別的標註叫做 annotating 標註層 OK 那最後面還有一個 an integration layer 整合層 OK 整合層 for creating aliasis for third party data 給第三方單位的一個整合層 那我覺得這一個階段的hepta base 目前都還沒有做到這個 integration layer 因為它還沒有開放第三方單位來做它的所謂的API的串接也好 或者是它 未來的這個meta plug-in的idea OK 所以這個可能還沒有 那最後有一個communication layer 溝通層 OK 對話層 看一下 看一下 第三方 OK你看 第三方建立的別名的整合層 用於使一群人 構建對複雜主題深刻理解的通訊層 這個可能都是未來的 a communication layer for enabling a group of people 一個對話層讓一個群組的人們可以去建構一個深刻的對複雜題目的理解 and then application layer 就是未來的這個 OK 應用程式層 就是可能未來我們可以 為hepta base寫很多的app之類的 an application layer for users to build card based software on top of our system in the future and so on 未來 可能hepta base也會有很多人 做跟他類似的app等等 所以 從 上一個 知識生活周期的 mental model 再加上 系統分成的mental model OK我們來看他怎麼樣子去 運用這兩種mental model 來設計hepta base 其實這篇文章都寫得很清楚 OK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希望確保我們正在建設的一切 OK他這邊在 我們應該強調了一下他的目的 我們再寫一下好了 這個叫做目的 OK目的 這個還蠻重要我們把它做成 紅色的卡片好了 就是這些mental model 的重要性在於說 希望確保 他們整個團隊都在建構一個 這個 幫助人們獲得和建立他們關心東西的深刻理解 追蹤目標是一致的 那我們再回來一開始講的 就是 vision of hepta base 看有沒有違背喔 就他們的願景 我們在hepta base的願景 是創造一個任何人都可以有效建立對任何事情深刻理解的世界 這個 通用的開放超文件系統是實現這些願景的一種手段 所以這個vision基本上是跟我們剛剛看到的目的 是 是 一致的 OK 好 那我們就繼續往下看 現在 提醒一下 OK 我們最終的目標是什麼 那前面這些 mental model都是為了符合 後面 這個最終的目標 OK 然後他們還有第二個原則 OK 就是說 產品盡可能友好和直觀 因為他就是觀察到很多的軟體 就是 為了打造一個完美的系統啊 所以有很多的功能 但是使用者並不能很直接直觀的去使用 所以他第二個原則就是說 我們希望我們的產品 是友好的 是直觀的 OK 所謂友好的就是friendly and intuitive as possible our target user should be able to get into the flow of thinking OK 這是所謂心流啦 flow of thinking as soon as they open the product 就是 你開啟這個軟體就可以很快進入心流 even我現在在做這個 分享 我其實 就是用haptabase在做 很快也可以進入我分享的這個flow of sharing OK 好 接下來 haptabase的白板設計有兩個見解 第一個是顯而易見的 人們在視覺上思考會比想像的更好 會比 會想的更好 就是 有這樣子的visual 就是你可以把所有事情攤開來 那很直覺的用你的眼睛手 去 感知你的筆記 甚至像我們學 建築相關 甚至我們有時候記卡片是用空間感 就是在平面上的空間去記 我覺得都 比你線性的從上讀到下 我不太可能去記說OK 三分之一 的位置我讀到了什麼 三分之二的位置我讀到了什麼 反而是 很痛苦 可是 結合這樣白板的空間 OK 你大概知道說OK 這一區我在講的是 比如說 筆記軟體 這一區我在講的是 可能是心智模型whatever 那你就知道 OK我現在 用視覺更能夠串聯我的知識 所以這是白板的優勢 然後第二個比較不太明顯 是說 透過視覺思維深入了解一個主題 首先 將你學到的概念去 物化 OK 這裡講的 所謂 atomize 應該是說原子化 這邊我翻錯了 原子化 OK atomize 這個很重要 也是Alan不斷在講 就是 你讀 一本書 讀兩本書 之間 它有一些關聯性 但其實不是 而是說你讀一本書的 裡面的概念 跟另外一本書裡面的概念 有關聯性 你才是真的 有在 深入的整合 跟思考 所以不是書跟書 有關聯性 而是裡面的核心概念 那核心概念呢 基本上就是一個原子化的思考 如果你沒有把它拆成原子化 基本上你的概念就是比較空泛的感覺感受 並非真正 可以被運用的原子化的知識 原子化的概念 好 那一旦你分解了這些概念 這些concept 你可以使用部分的 OK 這所謂的部分這邊應該是說section 分組 section 這是heptabase的功能 分組嗎 比如說我現在這邊 我覺得我這邊都可以 右鍵 然後把它 Let me see 分組 create section command加g 就可以把它變成一個group OK 比如說這樣子 OK 這裡就變成一個group section 好 所以他說 一旦你分解了這些 一個一個的 概念之後 就可以分組啊 或者是用mind map 思維導圖 或者是用 欠套的白板 把它再丟進去 另一個白板 以及我們建構的 許多其他功能來理解 這些概念 甚至在白板上 重複的使用概念 就是A白板跟B白板 共用一張卡片 共用一個概念 可是是在不同的 contextual context 就是在不同白板的 上下文的邏輯 裡面 可能這邊在講 創業的一個 一個範例好了 那你這邊就把heptabase 放在這邊 的一些描述 那你另外一個地方 可能是在講說 筆記軟體 的一些比較 同樣這張卡片 也會存在在 另外一個 OK 筆記軟體的比較 但是都是在 講heptabase的 某一個 核心概念 這樣就是一個 跨白板 但是重複使用概念 但是在不同的 上下文的 邏輯裡面 那 這樣子就可以 更強烈的去 組織 你對一個事物的理解 OK 那如果你想進一步了解這個過程 OK他有 就我今天下午提到就說 the best way to acquire knowledge from readings 就是他寫的另外一篇文章 他建議說 可以看一下那篇文章 OK我分享在群組裡面 所以有興趣的可以再去看一下 等一下 OK 嗨你好 嗨你好 好 那我們就繼續 好 那這邊我是直接寫成中文了 就是 他們 他覺得大部分的筆記軟體都過度專注在 教你用什麼架構去保存筆 比如說不同的layer 階層 然後或者是網狀的 或者是database的 OK階層 階層 可能就是那種 boolet point 子彈筆記的 一層一層的 那 再更進階複雜一點就變網狀的 有點像是 Obsidia Loxic 那種雙鏈連結 最後就變成一張網絡 那資料庫 第一個想到就是notion嘛 那 這都是我自己講的 Alan沒有說 那 這篇文章沒有說 就是卻沒有在吸收知識 對 哇這個講到 很痛的痛點 就是說 他用一句話 講了很多筆記軟體 的 就是 功能很棒 然後 可是 用的人 卻沒有在吸收知識 acquisition retaining 就是 留存知識 還有 應用知識 application 等學習過程中 最關鍵的環節 提出改善方案 哇 這個非常的 為什麼把它放大字體來講 就是 靜下心來 門心自問一下 就是 過去我們 在使用 這樣子 白板軟體 不管是不是Heptabase 或者是 其他的 就是 我們花多少時間 是在整理知識好了 可是 這邊叫保存筆記 我這邊直接講就是 你在多少時間在整理 可是你 在整理的過程 你有沒有真的系統化的在 吸收知識或是留存知識 或是應用知識 我覺得 在學校的階段 台灣的教育 我沒有想要批判的意思 但是大多數的考試 常常就是要去背很多的東西 那在背很多東西的時候 其實 你 不太會學習到 你不太會認知到說 你的學習成效 你的學習成效可能會被檢視到 就是我把這個東西背了起來 我考了一個很高的分數 但是 至少我自己在做研究 那現在剛好又在 幫一些期刊做審稿 我就發現說 好像背東西並非一個 做研究很 很重要的一個點 當然背東西是你可以很快的 從你的知識庫去 去串聯 過去的一些知識的連結 可是 好像對真正的學習 或者是 你看見事物 有沒有更深的洞察力 好像幫助沒有很大 那到底 怎麼樣子才可以有 更有洞察力 發現新的可能性 我覺得 這個都有在討論 但是 這邊提到就是說 卻沒有在吸收知識 留存知識和應用知識 所以 未來我覺得 大家也都可以反思一下 就是我現在是在整理保存筆記呢 還是我真的在吸收知識 然後retention 就是 去讓我的知識可以去retain 就是 不是只是儲存在那邊 而是可以去 留存 暫存的一種感覺 retention 暫存在那邊 但是同時有 串聯的可能性 OK 然後最後 可以把它去應用出來 可以再重新的創造 然後重新的去分享 所以這幾個 你又可以回到說 剛剛我們講的 五個心智的model 好嗎我們再複習一下 OK Let me see 好這邊 OK 知識的生命周期有五個部分組成 探索 收集 思考 創造跟共享 就是我們還是可以回來這邊再去檢視說 最近這些學習或是整理卡片等等有沒有 在這五個心智模型 五個組成的這個 這個 探索收集思考 創造分享的 哪一個部分 我覺得這個是 蠻值得來反思的啦 OK 所以我把它 加速 放大 好 那接下來呢 他就 舉例了 就是他最近在研究如何設計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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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主題 OK 好然後 My Storms 剛剛講的 Early History of Small Talk 這兩本書的內容都與這個研究主題有高度相關 好 所以開始了 A本書 B本書 兩個裡面的內容都跟這個研究主題高度相關 好他現在是不是要從裡面把一些概念 抓出來 把這邊的一些概念抓出來 然後再進行串連 好所以他寫 為了更好的做這個研究 我創建了一個叫 動態媒介的白板 將這兩本書中与動態媒介有關的概念卡片附用起來 這應該是重複的附 然後並用新制圖的功能去組織他們建立我一個獨一無二的理解架構 好所以 有同樣的一些概念然後又用新制圖把這兩本書的概念組織在一起就變成一個獨一無二的理解的架構 OK 那我覺得這裡某種程度就是剛講的探索一定有嘛 然後所謂的思考也一定有嘛 所以探索思考 OK 建立深度 深度理解 轉化成可以分享或者是 可以對 其實可以被傳播 可以被執行和傳播其實就是分享可以被分享的形式 OK 然後他就在講說 在打造Heptabase時 我們的目標是設計讓你可以將大腦學習的知識的過程 外部化的環境 讓你可以用眼睛 和手 去對這些概念進行 識別拆解 連接和分組 OK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開發 拆解卡片 在卡片之間移動區塊 在卡片當中建立卡片關聯性 關係 多個白板之間重複使用卡片的功能 OK 所以他這邊 因果 寫得很清楚 我們把它拆開來看好了 OK 他 讓你用眼睛和手去對這些 這些概念拆解和分組 好我們把它貼出來 我又要穿卡片嗎 不用 我把它 貼在這裡就好了 好 然後 為了要達到什麼 為什麼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開發拆解卡片 包包包這些東西 OK 好 所以這上面是 因嘛 這些是果嘛 讓你有 有因為這個原因 讓你用眼睛手去拆解 得到的結果就是 喔不是喔 為什麼我們 OK所以這才是因喔 他們開發的這個的原因 產生的這個結果讓你可以用眼睛和手去 進行拆解和分組 對 好 那你就可以稍微把這個重點就擠在旁邊 就是hantabase就很方便了 以前 這個text還沒有的話 我就必須再開一張卡片啊 等等的 麻煩 那現在我覺得是蠻簡單的 然後 這些功能共同構成的一個環境 讓你能更好的運用人類的視覺理解 和視覺記憶以及電腦的資料持久性和 檢索能力來學習 好 所以這邊提到了什麼 第一個 更好的運用人類的視覺理解和視覺記憶能力 然後電腦呢 電腦厲害的是什麼 所以電腦厲害的是資料持久性和檢索的能力來學習 OK 我個人認為啦第三個可能是未來可能就是 電腦還有 在這邊寫個 OK 等一下 花號好了 比如說電腦 或者不應該是電腦或者是AI 可能成為第三種 被整 進入 Heptabase 的關鍵工具 所以第一個是人類的視覺要理解 第二個就是電腦持久性和檢索能力嗎 我猜啦 第三個未來可能就是AI可以 被整合進入Heptabase 進行 所謂的快速的Summary啊 快速的 論事你的文文本啊等等 OK 那當你越常用這些工具來對你所 學建立架構 你就會下意識的 將這篇文章中描述的學習方法變成自己的習慣 而這才是最重要的 工具不只讓你記筆記更讓你成為一個擅長學習的人 這個 還蠻重要的就是 該怎麼說 他們一直 在講的也是 過去這些前輩 我們再回來講OK 發明這些 所謂的滑鼠啊 互動式電腦系統啊 然後物件导向設計圖形用介面 這些做的這些東西是為了什麼 為了什麼為了什麼 就是 如何讓人類與電腦更有效更直觀的互動有深遠的動作和創新 也深刻影響我們與數字世界的這個互動方式 OK 所以 這些是我的觀念 因為這些前輩們 那 現在得到了某種結論就是 工具不只讓你記筆記更讓你成為一個擅長學習的人 所以 coevolution 再回來就是coevolution這個 人的使用 解決這個問題有兩個核心的方法 OK 建立個人工作區和集體工作之間的來回過程 好 這個我沒有寫得很清楚 這一邊主要是在講說以後啦 未來heftabase想要做的是協作嘛 就是說 我們 彼此各自都有對事物的深度理解 那我們要怎麼協作呢 除了剛剛前面有提到就是要有一個溝通層 然後可能要有一個什麼 溝通層以外還有一個應用程式層等等的那些layer 但先都不管 這邊就先講說 以後要協作 他們計劃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他兩個核心的方法 OK這邊 一 首先 必須要建立個人的工作空間和集體的空間之間的來回過程 很重要也是Alan蠻在意的就是 群體的協作啊有時候會變得沒效率因為如果你個人沒有自己的insight 的話我先把這移下來 所以 建立個人工作空間很重要 然後又要有集體工作空間 然後所謂的來回的過程就是 可以 常常回到你自己的理解 又再看看大家的理解 又回來你自己的理解 覺得這個來回的過程 我覺得才是重點 那第二個呢就是 人們仍然可以擁有自己的獨立思考的過程 這個也很重要 如果說 沒有這個是第一個的結論 就是為什麼他要分成這個 個人工作空間和集體工作空間 等一下我先打個鬥好 然後第二 是幫助集體工作空間的人們建立目標 建立不瞄太重要了 如果 大家就是發表個人的意見但是沒有一個目標 其實就是在 一個 發表意見大會 但是沒有一個所謂的 檢視 大家討論的品質 檢視 大家討論的 走向 或是一個共同的 這邊所謂目標 那就很容易失焦嘛 所以這邊就是在 在避免共同創作共同 不然我們今天就是 同樂會跟開會不一樣嗎 同樂會就是 交流 然後有更深的團隊情感 可是真正要工作是不是要設立一些目標 去做優化也好啊 或者去做問題的排除也好 建立目標很重要 這邊也建構這些目標 利用他們的集體知識為同一目標建立不同的表示 雖然一句話但是不太好理解 OK 集體知識 集體知識 OK 為同一目標 建立不同的表示 OK 所以建立不同的表示是來自於 來自於 個人工作 空間的洞見 洞見 這又回到第一點啦 就是你如果沒有個人的工作空間 你要怎麼去針對集體知識為同一個目標 而有不同的表示 大家就各自做自己的就好啦 就是因為這些寶貴的不同每個人的洞見 同時回饋到這個大目標 才讓整個討論 有 更多的 可能性或是往前走 OK 所以這兩個我覺得還蠻重要 然後設計這將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我們無法在第一個版本中 我們趁許完成它 進行內部測試啊 這些 OK 逐漸向個人開放 那我覺得這些就是 我 讀到的比較 哎唷 跑掉了 是不是按這個就可以 就做嗎 這個 不是 這個 好 好 不曉得為什麼說那麼小 好 反正這些就是我讀到的一個 相對的重點啊 然後我想說也不要耽誤 大家太多的時間 但是我想分享一個東西 就是 我們自己建築 在做的 其實這幾年也很 也常用的這個圖形畫界面 也跟大家分享 好 就是 以前我們有用這樣子的一個方法 比如說這個是 圓點 XYZ的位置 是在這個零 那我把它 程式都封包在這個裡面 那程式input接過來 給它一個半徑叫1 那就畫一個圓形 那 這個東西從簡單 一升 一升二 二升三 三升無限嘛 然後我們這個就可以畫出 用程式去畫出很多 過去 手畫很久的這些圖 那甚至 越畫越複雜 然後 它就是可以連動的 前一髮而動前身的 這種設計方法 這個都是這幾年很 很多 隨著電腦不斷的發生 設計界 也不再像是以前 建築師坐在圖紙上 圖學上面去畫圖 慢慢這樣子畫 OK 那 這個也是程式界 包括 在各種 GUI的優化 我覺得一定也受到這個 這些 電腦界的前輩 很大的影響 包括建模的自動化 資料的產出 那Heptabase基本上是文本嘛 這是文字 重點 但我可以跟大家說 未來寫程式 可能你也不用打一堆code 你就把很多東西接來接去 這個全部都是用電腦程式畫出來的 不是 人 一條一條線去畫出來的 OK 甚至把這些點雲 又可以輸出到Excel OK 其實這個就是 我們 建築界 也在革新 也在革命 就是 以前老一輩的建築師 完全看不懂這是在幹嘛 但我們新一代的建築師 我們就要學這些東西 就要想辦法 導入數據化 導入分析 導入圖形化界面 更有效的讓 不同領域的設計師 進行溝通 舉例來講 結構技師 怎麼跟設計 建築師溝通 很多時候 真的就是靠這些新的 溝通的界面 它並不一定 有很高深的學問 但是 可以把資訊 有效的 A 傳遞到B 有一個所謂的 communication layer 溝通層 我們有各自的領域 knowledge know how 領域的 所謂的 專業 我們有一個共同溝通的平台 我就可以把一棟建築物 我建築師 假設我介意的是 長得要美美的 但是結構技師 要掌控的是 安全的房子 那我們有一個共同的平台去溝通 那這就是 我覺得未來 各行各業都會被影響 even 現在不是很多那個 自動化城市 未來可能導入AI啊 文本分析啊 覺得這個時代就是 一個 大家也不曉得 明天會出什麼 新東西 又把某個領域給革命掉了 所以 核心的概念就是 keep learning 就是要繼續的學習 然後 但也不用太焦慮啦 我覺得至少 我們大家現在在這個群組裡面 就是 還蠻樂於分享 然後蠻健康的 群組的生態 就是 互相幫忙 然後有一個 有一個良善的社群 我覺得這還蠻重要的 對 那 包含 其實這個軟體也是有 多到用不完的外掛 因為就是 就像Alan講的就是 很多軟體就是功能一大堆 那這個軟體也是 就是你可能可以把 結構導入啊 把 各種 風啊 導入啊 那 它可能會變得太複雜 所以 我們建築界也在討論 就是說 好 當這麼多外掛等等的 那有沒有一個 更 更好的學習方法 更有使用者友善的 學習方式 對 但我覺得 也不一定永遠都是要去在意 就是說 一定要 介面 就是使用者多多多友善 但有時候他的複雜度就是很高 你反而是要想辦法去 多學一點 對 多學一點 那 當然 掌握你自己的核心的特質 比較重要 因為 如果說你都不曉得你自己的專長 或者是 你可以被 這個時代所 就是持續在這個時代佔得穩穩的一些技能 那 你有可能會東抓一點 西抓一點 那就蠻可惜的 對 可是還是盡量學啦 對 那 這我慢深刻的體會 對 所以 我以前是先學 先碰一下notion 因為 覺得 有沒有可能可以幫助我 整理我很多博士班的文獻 然後我發現 好像他PDF很多的時候 沒有辦法真正做到 剛文章裡面講到就是 你是真的在 學習嗎 正在輸出知識嗎 還是真的在暫存這些知識嗎 好像那時候我用notion 至少我還沒有感覺到那個flow learning flow 那後來用obsidian就 花了蠻多時間在學 或是用各種外掛達到我要的 某種程度已經可以達到我要的 然後 接著在 後來就出現了Heptabase 那 那時候還很初期啦 所以很多的東西功能還不完整 但就是 光這點 我現在示範給大家為什麼 一開始我很喜歡Heptabase 他有一點就是 暫時obsidian這些都沒有辦法取代 就是 好我把這個block拉出來 就變成一個重點 然後這個東西就可以跳轉到這個 卡片這邊 我覺得 還蠻厲害的 Deleting card 就是把block這樣子 一個概念可以讓他拖出來 像我這一篇啊 我這個東西 這所有的東西 這些所有的卡片 基本上是我從iPhone 把它丟到我的這個 備忘錄 有一個很長的備忘錄 我自己有設一些快捷鍵 就是網路 我在網路上 讀這篇文章嘛 然後我 就可以很快的丟到我的 那一個備忘錄 我在我的Mac 再把這些備忘錄放上來 一個一個拆出來 拆成這個 卡片 因為我上面都有時間紀錄 所以我就知道 從頭到尾大概是 怎麼樣子走 對 所以 這樣子顆粒化的一個一個拉出來 其實某種程度也在 幫助我去理解 去理解 然後我還沒有把 這些做很多的關聯 但我覺得基本上 從頭到尾跟大家分享 其實就 蠻內 幫助我內化這件事情 所以 這個 我很鼓勵大家可以多使用 就是把一個 idea拉出來 然後 可能你後續要再做 理解或是關聯 那當然更棒嘛 我覺得也很多人做的比我更好 所以 大概是這樣子 OK 那我們就準時 我不想浪費大家太多時間 希望大家 喜歡這樣子的分享 如果未來有機會 就會 就看緣份 有想分享 我們就一起上線聊一聊 那 如果有想分享的 或者是想回饋的 你可以打在這個 喔 這是什麼 chat 聊天室 或者是你可以舉手 應該是可以舉手吧 如果你有想講的話 也可以 如果 沒有的話 棒球好像輸了 我的家人剛 大喊了一下 對 所以 大家就 OK 如果大家沒有留言的話 我們就一個小時 差不多 OK 好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